藏室大軍不斷擴展 由歐洲殺入亞洲 受影響的除了法國、英國、韓國之外 最近還懷疑來到香港 有觀眾指前晚在機場快線車廂 拍到一隻懷疑是藏室的物體 黏著在一張在意之上 哎呀,難道殺到來香港? 怎算好呢? 我先生拍的,他在機場上班 他當時拍了給我看 然後我就打給他問他 我說現在連機械都有 然後他就說是呀 不過他就沒有離開他自己的家車廂 他自然照錯的 但是那個東西就走得挺快 他說他都擔心 因為他在機場上班 他經常都會乘機上班上班 不過他說現在看到的話 他就會坐下去之前 會再看清楚一點 看看有沒有東西才坐下去 雖然床室是不會傳播疾病 但是被他潛上了也挺麻煩 床室的排泄物還會引起衛生問題 乘客又擔不擔心呢? 機鐵都有擔心 早點消毒、手症 回到家了 總之高機三年就開高一點熱水洗 有沒有擔心? 沒有擔心過 我剛才從外國回來 其實我想香港 將那件事誇張得太厲害了 我們在外國聽到的 我們都覺得很好笑 很常見 很常見 不然咬不死,別人不用擔心 就著發現疑似藏室的問題 我們去信港鐵查詢 但是他們在截稿前沒有回覆 除了機鐵疑似出現 有滅蟲公司代表說 他們客人去完旅行之後 將藏室帶回家 其中一宗案件是南韓 他說在九月尾的時候 去完回來 應該是去了大約一個星期左右 然後就開始有狠狠地 但一開始都不知道是甚麼 因為一開始床室可能太少 數量太少的時候 未必那麼容易見到 當時我們就幫我們檢查 一些床和附近的地方 譬如一些衣櫃和梳化等等 會不會有 然後在床上 都找到大約四、五隻左右 床室勇港 還引起疑魂陣陣 人身惶惶 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見輕鐵的把手和鞋位 有一隻啡色蟲子周圍動 難道連輕鐵都出現疑似藏室 感到嗎 怎樣擔心 因為會… 分分鐘會… 周圍都有嘛 會傳到 世界都有 擔心的 那麼多地方都有 怕死的 坐之前看一看 自己小心點 見到有就要打死 或者通知輕鐵的管理 年輕人咬得多 一向都有 那時候住屋子 你們年輕人沒試過 整個床板 睡床板 其實牠是居室嗎 牠不是 牠是一種叫斗象的蟲 這種斗象 多數是在一些斗類出來的 如果在車廂走出來 應該就是飛了進來 剛好 不過床室的出現 就是另一回事 這些床室是有意識知道 分辨到哪些是可以帶牠走 萬一真的很擔心 可能去到回家的時候 在門口前面 可能走廊的時候 已經檢查一下 可以開個電筒 然後手機電筒 就會照到一些邊位 特別是拉鍊位有沒有 其實如果真的沒事 才拿進屋 牠們入到家之後 大概七至十天 左右埋伏完之後 就會來吸血 所以那陣子 如果你真的懷疑有失 譬如狠狠地 或者起了一些紅腫 在手腳那裏 其實應該就一個星期換一次床粒 以及用熱蒸氣去處理 燙死牠們